大家好 今天我找了好拍檔陳恒芬議員Benny 和我一齊和大家講幾個很重要的議題 第一 大家知不知道今天928是什麼日子 就是六年前的今天就是違法佔中的起源 所以今天就是這個六周年的日子 我們一定要回顧一下 無望這個歷史 我覺得這個日子就是帶起了我們香港的違法行為的開始 但事件未過去 戴耀廷這陣子還有很多事情搞作 跟大家講一講 還有接下來10月1日中秋加國興 但是暴徒又想著搞事 都要跟大家講一講 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郭佩帆頻道 今晚是Ban的頻道 記得多點留言和分享 將我們的訊息講傳出去 多謝大家 阿Ben 六年前的今天就是違法佔中的開始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六年前的928 就好像7月14日 鬼門關開了之後 令到香港這幾年來 走到一條非常之嚴重的暴力 違法 所謂的當初 戴耀廷他們這幫人走出來說 用愛與和平去違法達義 說得多好聽 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想著充滿愛 其實結果就是充滿著仇恨 充滿著違法 也都是充滿著騙案的 我相信在這件事裡面 有不少年輕人 身陷寧如誤之中 走了去監獄裡面 是啊 Ben 真的說得好 好像開了個鬼門關一樣 放了些惡魔出來 之前香港還是世界最安全的城市 一個很和平的社會 他們這幫所謂的學者 專家 攬炒派議員 當時還沒有攬炒這兩個字 假裝自己佔領道德高地 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 搞了一個違法達義出來 去洗年青人腦 用愛與和平來做包裝 其實我覺得他們內裡是魔鬼 誘惑年青人去犯法 但就披著什麼呢 假裝自己神一樣 道德高地站得多高 結果搞到香港一鍋抱 大家還記不記得 違法佔中那段時間 我們出門要花多久才可以回工 搞到香港中環都被癱瘓 這一個違法達義和公民抗命 打開了一個年青人不守法的意識 開始亂世大龍 當年叫學生去參與違法佔中 那些年青人可能是後來參與這些黑暴事件 同一群年青人都不出奇 所以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惡劣的影響 那你記不記得當年有所謂那些 那些什麼佔中狗什麼什麼 我認為這些是暴徒來的 其實都被人拘捕了 沒錯佔中狗男女現在就被人拘捕了 但是拘捕了有些是未落獲的 有些落獲判了又熟出來 又在行司法程序 基本上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你想一下六年前 去到今時今日 有些應該要結帳的都沒有結帳 但是最大的騙案是什麼 為什麼我經常都說一個騙案呢 就是當初他說 用他違法達義 什麼叫違法達義 就是說我們一提集體犯法 但是我們又不抗辯 用犯法來感動 甚至來感動中央去收回831 另外就是令到人大常委有個改變 令到香港有爭普選 但是怎樣爭普選 從來講不清楚 就是任何一些騙案 永遠是有些很宏大 很美好的一些騙案出來 然後令到年輕人上吊 但是我覺得佔中最大問題 就是開啟了家庭裏面的不和 尤其是社會撕裂 社會撕裂其實就是由佔中那一刻做開始 是的 那幫人就說自己 公民抗命 到時就會認罪 接受這個法律的制裁 結果就是他們教大家 就是警察抓你 那時候你千萬不要說話 什麼都不出聲 那幾大不認罪 就是你喜歡怎樣判 到時才算 可能他們認為去到法庭上面 他們打著這個旗號 他們自然就會被輕判 那你想一下 好像戴耀廷那樣 判了16個月 但是坐了16個禮拜監 就放了出來 現在保釋期間 就等候上訴 大家也都記得 有些好像陳淑莊那樣 有病 所以就說不用坐的 好像牧師那樣 又說年紀大 原來也是不用坐的 最離譜是什麼 就是有些好像李柱銘 明明是搞手之一 還有肥佬黎 明明天一坐在那裏做指揮 到今天曾經拘捕 到今天都還未告 還未落鑊 你說有沒有理由呢 當時我見到林卓廷 和肥佬黎 和黑幫的人士 坐在佔中的現場 在那裏看著牆 基本上這些人 其實全部都是為法的 但是也沒有落鑊 這件事也開啟了大家對於司法的質疑 是啊 六年了 其實現在還可以告的 為什麼現在不告 律政司在那裏找些什麼 還有你想想上次 肥佬黎 涉嫌恐嚇東方記者刑恐 三年都不告 到你上庭的時候 結果那些證人 未必記得了這麼多事情 好了 你現在這件事 六年了 是吧 六年了 公義怎樣得以彰顯 我們有圖 這麼多照片拍著他 這麼多片拍著他 每天坐在那裏 就算你不告他 說搞手他也有份參與 非法集會也有份參與 都不告 難道肥佬黎大了 其實戴耀廷也好 那三個發起人 他們所犯的罪其實很嚴重 但是你即使看戴耀廷 他也是在判十六個月的監 十六個月的監 即是說一年多的監 加上一些假期等等 其實他是沒有這麼久的坐 可能九個月都不夠 但是他入到去 坐了十六個禮拜 就走出來 就說要上訴 但是我們的司法又被他上訴 現在還未結帳 另外就是 其實在這段時間 你想想戴耀廷 搞了多少事情出來 數一數 2014年搞了一個違法佔中出來 搞到香港一鍋抱 然後2016年他又推了一個雷動計劃 就操控這個立法會選舉 結果搞了他自己 一班反對派的議員 都有一些就落了馬 因為被他搞到一鍋抱 捧了一班什麼出來呢 捧了一班 就是所謂本土派抗爭派的人 就入了立法會 結果被人DQ了 現在很多 然後2017年推了一個風雲計劃 就說要操控區議會選舉 結果2019年 區議會真的被他們搞得成 因為其實他們在賠票 數票等等 其實這個人一直都在搞事 另外現在又有新郵 他現在又宣佈搞一個叫做什麼 我都不懂得讀 拉撒路計劃 拉撒路計劃是什麼來的 他搞什麼 拉撒路他就形容 《聖經故事》裡面 有一個人死了之後 隔幾天復活 死人 然後死人之後復活 你想想一定不是好東西 有種 他想說的就是 在香港可能要死亡之後才會重生 另外他就說要約一些人一起商討 探討香港的未來 也是想縮減 像不像當年的違法佔中開始 那時候 D-Day 其實我覺得 他的搞作 那些魔頭怎麼會有好東西呢 是啊 我們就看看他講這個拉撒路計劃是什麼 他就說 其實看到現在 看來 這個和派和勇派 其實都是他們自己的人 就是有分裂 所以想慢慢凝聚 通過對話就凝聚 其實就是想凝聚 對本土和繁民建立信任 希望繼續和勇不分 這樣繼續 看來都是主張繼續抗爭 他講就不會這樣講 講就講到很偉大 好像當年所謂愛與和平 所謂一點都沒有愛 一點都沒有和平 撕裂社會 製造暴力 他就說自己愛與和平 現在他又說要建設香港 希望香港重生 但是記得 為什麼香港無緣無故要重生 因為他們想攬炒香港 想破壞香港 想整死香港 認為香港死了之後 才可以重生 其實他就是想凝聚 他們那些反對的勢力 希望大家攜手 再攬炒香港 他們就說攬炒完之後 可以重生 你還信不信 我相信可能大耀廷 他就相信一國一制 不相信一國兩制 因為如果香港搞塌 到最後一國兩制 走不了就走一國一制 到時候 是不是對香港是最好呢 我們是相信一國兩制 對香港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一直都很堅持 但是呢 大耀廷他可能是想香港 推行一國一制 所以他現在又搞這些事情 但是事實上呢 他就說什麼 要死後重生 復活 耶穌才有機會復活 我們香港人 我們是普通人 如果這個地方倒了 你有沒有機會復活 我真的很難說 你憑什麼認為 被你攬炒完香港 弄死了香港 你有能力復活呢 你以為你真的是上帝嗎 是不是 還有你憑什麼 憑你的手 就要去破壞我們幾代人 辛苦建設回來的香港呢 你不要告訴我 你代表香港人 你們這些漢奸 麻煩你走到一邊 2014年已經很多香港人 上了你的黨 這個違法佔中 害了我們幾代的年輕人 是不是 所以這個拉撒路 我覺得應該改名 叫拉撒達 拉撒達這個魔頭去 那就最好了 總之就是 另外還有一些搞作 是啊 你想一下 自從2014年這些違法佔中開始 就中了一個所謂違法達義 這些不守法意識到年輕人上 搞到後來一直下去 旺角暴亂 大家記不記得 然後現在反修例 又搞到香港一獲譜 那些黑暴問題其實還沒有解決 接下來十一 我們就一起慶祝中秋和國慶 但是那些黑暴又說要和香港慶祝 上一年或者之前的時間 尤其是上一年 中秋節 打算搞完一大輪之後 中秋節給大家一個開心的日子 中秋節裏面又搞到鬧鬧亂 今年他們又想再花味 又想再搞亂 這個黑暴呢 他們今年搞什麼呢 他說現在要發另一個叫做粵席行動 就說明是什麼呢 這個粵席行動呢 就是說 就肯定不想香港開開心心過好日子 也都想繼續抗疫 就是我們想抗疫 他們就散播這個疫情 他們就說這個組織要重振去年聲勢 他們在Telegram群組裏面 就說當日要全力出擊 又說這次行動是最後一戰 有成員就更加說 當日會特別針對警察 就說煽動一些參加者 要在黑市裏面買槍、刀、弓箭等攻擊性武器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這班人真是付諸行動的話 10月1日香港又被他們 這些黑暴就影響了 警察現在警方的說法 都覺得當日真是高危 所以就大力佈防 幾千警力佈防 但是他們的希望做到的 就說所謂要突破現在的一個樽頸 就說有機會上演一場大規模的暴力衝擊 認為這個舉動可以令到修例風波 保持熱度 對國際線有好處 現在聽說已經有超過800個所謂勇武派 就說要加入了 最得人害怕是什麼呢 Ben 他們竟然已經一路這段時間 搞一些特訓班 是啊 在武館或者公園 某些地方 其實不時都會看到一組 在武館的年輕人 是有人帶著他們在這裡 就是學習 所謂的習武 健身 很得人害怕 他說叫做體能訓練 但是其實就是 學一些知智跑 總之是抗爭勇武的一些行為 其實就招募一些年輕人 去加入他們的勇武抗爭的行列 大家看著家裡的年輕人 如果他們還在這裡去參加這些違法暴亂的行為 其實就真的前程盡毀了 好心 如果他們真的想搞的話 你叫你們的子女去搞 整天都是叫人衝 自己就縮 但是耀廷有沒有一起去衝 沒有的 他在後面 都是被牽造的 死去香港的很多年輕人 那些是被人的子女 是呀 沒錯 你不想人生有個案底更加精彩 又或者將來要偷渡 去內地在監倉裏面求救 又或者要去英國吃薯仔 以後回不了香港 又或者坐洗頭廳去台灣 台灣都不收你 那五個現在三十小時不知什麼事 就是說如果你不想這樣的話 其實幸福的家庭就在於大家和氣氣 那中秋節呢 希望各位家長 我們都看著小孩 約他回去吃飯 盡量安排一些節目和他一起去做 就不要讓他出去做人家的屠龍小隊 又或者走出去參與一些非法的活動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到時真是一失足成千古幸 是啊 其實十月一號 既難得又是國慶 又是中秋 那希望我們香港人都可以 就是疫情現在穩定一點點底下 都可以慶祝國慶和中秋 都可以一家人齊齊整整 團團圓圓 不希望這個黑暴再搞亂香港 但是這些壞人就是不會放過香港的了 那我們又要靠警察辛辛苦苦去維持這個治安 其實他們都應該回家慶祝這個團圓 但是當日就有幾千個防暴警察就揹著一新裝備 就要來守護香港 首先就是感激香港的警隊 繼續守護香港 我們也都希望大家和我們一樣 當日我們一起慶祝國慶 我們一起過一個開心的中秋 不要被這些黑暴嚇倒 因為我們是不怕他們的 我們除了不怕之外 亦都呼籲大家不要去人都聚集的地方 反正現在都是疫情 盡量留在家中 或者是找一些比較安全的地方去 由於這個形勢其實都是不穩定的 我們都希望警察就是果斷執法 也都是令到局勢盡快控制去到和平的情況的 好 今天我和Ben在這裡報告這麼多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和把這條影片傳開去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拜拜